今天的美食 酱香 鸡骨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先准备些香料 八角 玉桂叶也叫香叶 桂皮也叫肉桂 这是白纸 干辣椒段 再切些姜片 葱段 小料备用 把排骨冷水下锅 倒入黄酒 去腥 盖盖 好 水已经开了 捞出我们的排骨 把排骨进行清洗干净 再沥干水分 放到一旁待用 现在调个酱料 骨头大概有4-5磅 可以来两勺豆瓣酱 两勺黄豆酱 再放一大勺花生酱 再放一大勺花生酱 搅拌均匀 等会儿放到锅里面炒 酱汁就调好了 锅里来点油 放入冰糖 多放一点 先熬点糖色 烧水要烧热水 因为热水放进去会更安全 糖色熬得差不多了 等到期末 倒入我们的开水 冒泡了 开始加开水 好 糖色已经熬好了 倒入盘中备用 再次开火 锅里倒油 下生姜 把生姜先炒香 再下入葱段 一起炒香 倒入前面调好的酱汁 香料也一起放进去 放入排骨 让汁料均匀地粘在我们的排骨上 加水 给点生姜 给点生抽 前面熬的糖色也一起倒进去 倒入料酒 中火 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哇哦 时间到 是不是香喷喷喷的感觉 把这些葱 姜 香料 全部剪掉 剪出去 这样我们的排骨看起来更干净 在给它美美的摆个牌 淋上汁 哇哦 这就是今天的美食 酱香排骨啦 祝您吃美食走好运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请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